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多年了吧 你在我背后看到这上千个都是二手的 我都是在跳岛市场或者是路边 然后跟流浪汉 或者我捡来的 或者别人不要的送给我的 我似乎对新的东西没有兴趣 我就对旧的东西很有兴趣 多宝格是皇帝 他把他最喜欢的古腕 然后字画 然后收成很小的迷你的兴趣 收集在一个结构里面 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打开 然后里面很多层次 好像一个魔术方块一样 然后很好玩 那我的话当然不能跟皇帝比 我可能就是平民或乞丐 跟我的这些路边的物件 他们也像一个盒子一样 它围绕着我 那不同的是 他们很大 我就住在我的多宝格的镇中央 然后也是随时我想玩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叫出来 我在台湾念到国中以来 所有去美术馆的经验 就是几个月一次 爸爸如果有空的话 会带着我们 全家开车开开开到故宫 很远很远很远 像一个朝圣的路 你可能一年去一次或两次而已 艺术不是遥不可及 它是离你很近的 就算他看不懂视觉 至少颜色他可以投入可以进去 豆彩金刚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因为你知道它这个是 它是右上彩跟右下彩 一层一层的堆叠 然后烧制出来这样缤纷的 好像争取斗艳的这个效果 它跟西方我觉得 表现艺术形式不同的方式是 如果在西方的话 可能你看到的是很鲜艳的一个画面 可能背景连这些鸡 都是满满丰富的色彩 可是在这个作品里面 它却是单一白色很纯净的背景 配上这些鸡的造型 然后以很简单画龙点睛的方式 为它们上了重点部位的颜色 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 东方人跟西方人如何去想颜色 我觉得如果在西方的话 他们的意思是说 OK 我要把我内在所有的情绪情感 用颜色爆发出来 我们的内敛是 我们把情绪全部浓缩起来 放到每一个每一个这个物件角色里面 所以当你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是就是只是你看到的 我觉得我们用心在看 用灵魂在看 用身体在感应跟在感受 你知道我曾经被人家批评过说 我的作品的颜色非常的抬 然后那个时候想说 Oh my God 我努力化了半天 什么叫抬 抬就是一个负面的形容 只是很抬 可是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抬有什么不好 就是这块土地啊 就是我成长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的山川河流 我们的建筑 我们的围章 我们的庙宇 就是这一切 我们的很大的声音 一切的好跟不好 都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孕育我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的颜色 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颜色 你认为美是什么 我觉得美在每个人的心中 你自己认为什么是美 它就是美 会用的 都在这儿 我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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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家住 你 你